在波多黎各的投资者们仍然面临违约风险 由于该岛还拥有着700亿美元债务 那么未来与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会是怎么样的呢 周三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强力的联邦监管委员会 来管理波多黎各的信贷重组 该法案被称为波多黎各监督管理与经济稳定法案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会在美国领土可能在面临19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之前 签署该项法案 目的高级信贷官特德·汉普顿解释说道 不管有没有创立监督委员会 如果7月1号未付款的话就构成了违约 波多黎各政府的一些债券在去年面临第四次债务违约 然而部分债权人可以通过保险公司或者是储备基金获得一定的资金 7月1号需要支付包括价值约为7.8亿美元的一般义务债券 这是在支付其他债务之前所需要支付的最高级别的信贷 穆迪德·汉普顿再次解释说 我希望这不会包括所有的一般责任债券 这将会是一般责任债券的首次违约 这也是为什么涉及到了很多人 来自美国财政部 国会 波多黎各政府 在7月1日前制定波多黎各稳定法案相当的紧迫 违约的风险不会被新法案废除 但是该法案却是受欢迎的 因为它可以减少债权人和政府之间谈判的不确定性 哈特证券的分析师丹尼尔汉森说道 现在的情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负面催化剂 信贷市场和保险公司松了一口气 现在他们将要和成年人打交道了 将要和控制理事会谈话 而不是和行长还有其他的员工进行交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我是希勒斯塔斯丁娜 请持续关注杜刚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